這個活動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大家以改變對國樂演出的一些做法跟看法 其實國樂任何樂器可以在殿堂裡面非常莊嚴的來演奏 那是真正的新曲樂 但是這個活動是希望我們所有的孩子們大人都能夠利用國樂器大家一起來玩在一起 我們說我們在演奏但是在外國他不講演奏他用的英文就是play play的心情對我們來玩樂器的人心情不一樣 演奏彈奏的心情就更不一樣 我想市立國樂團最大的用力就是藉著這個機會能夠讓各位拿起國樂器是在玩樂器 今天大家都很辛苦尤其是擺在這個時間學校在考試各方面都不能充裕的準備 辛苦各位 我今天在這兒看聽這個比賽的時候我看著上面的那個臺北勢力國樂團 國樂翻滾吧 國樂我就看著樂那個字 我一想我說這個國樂的樂跟那個歡樂的樂真的是同一個字 它是我想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通過這樣的活動 這樣的一個在這個讓我們的演奏更加跟這個時代跟這個當今來聯繫得更緊密 通過這樣創意的這個演出 讓這個國樂跟這個歡樂結合得更緊密 我這個我希望這個這樣的比賽這個能夠堅持辦下去 能夠推出更多更好的新的演出的樣子 今年的這個音樂節裡面安排這樣子一個非常有本身這個節目 這個活動就是非常有創意的一個想法 那剛才呢我相信不管是在台上的演出者 或者是台下的觀眾 尤其是台下的觀眾 然後呢甚至我們坐在後面的評審 大家都玩得非常的開心 對不對 當然我們也知道剛才這個陳誠熊老師 他有說其實現在五六月間很多學校都在考試 雖然選手在台上玩得很開心 但是我們也相信也知道在背後在過去這幾個星期 甚至一兩個月的期間大家都非常努力的非常認真的 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那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去肯定的 那我們也希望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能夠獲得台北勢力國樂團 繼續的支持 那這次的第一屆 只有四對參加到決賽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以後能夠長長求求 然後有更多全台灣各地的 不管是大中小 甚至可能有社會的 都能夠來共襄盛舉 發揮我們台灣 參加的隊伍也不是很多 可是就是也有很多評審的老師 也跟我們長了很多意見 希望我們在第二年辦的時候呢 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麼我希望呢 我們未來第二年辦的時候呢 可以吸引更多的團隊來參加 那麼我也知道有很多團隊啊 在外面也給了我們一些他們的想法 他們所謂的創意這兩個字啊 他們也不捨得是什麼意思啊 所以很多時候呢 他們會看到這兩個字 會被發爆 也不敢來參加這個比賽 事實上我們當然 我們會在這個宣傳方面 會覺得會更清楚 讓大家可以用這個放鬆的心情 來大家來同樂 事實上我們雖然是辦這個創意比賽 那個一切都是以音樂為 為最主要的表現的素材了 就很多時候都是把那個 加上其他的非音樂的這個元素來 突現出音樂更能夠讓人家來接受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創意的最主要的一個 一個出發點 希望我們明年呢 可以有更多的團隊來參加 我們看看 我們可以來參考一下 這個表演的 我們可以從裡面 我們的心思寫 我們可以來參考一下 我們的心思寫 我們可以講給它